我将妻子告上了不守复道的审判庭 一旦罪名成立 妻子将入狱十年 恶极缠身 同时被剥夺财产 尽身出户 而我则获得百万奖金 偿命百岁 若罪名不成立 我将被当庭抹杀 妻子则可以获得我的全部家产 永保青春 和男闺蜜的相处 再不会受到任何阻隔 所有人都劝我向妻子认错 只因在所有人眼中 妻子向来专一申情 我一定是冤枉了她 可她们不知道 我是重生者 上一世直至死前 我才得知 就连我的女儿 都是她男闺蜜的私生女 重来一世 我要撕破这个女人的丑陋嘴脸 审判庭上 柳如烟姗姗姗来迟 跟着她的 还有她的男闺蜜薛霄 旁听席上已经人满为患 我坐在原告席上 看着柳如烟朝我走来 老公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 难道是我不够爱你 还是对你不够好吗 结婚六年 我放弃了一切 给你生儿育女 为你操持整个家庭 你竟然污蔑我 要是换做上一世 我一定舍不得这么对柳如烟 没错 我重生了 我被柳如烟和薛霄 联手杀死以后 他们霸占了我的家产 两个人双宿双飞 就连我的女儿 都是薛霄的亲生骨肉 前世的回忆 像是一把把尖锐的刺刀 狠狠扎入了我的心脏 面对如此虚情假意的柳如烟 我只是冷哼 还没说什么 我妈便开口了 儿子 小烟孝顺 爱你 怎么可能不守复道呢 你是不是弄错了 别胡闹了 我们撤速回家吧 我妈苦口婆心地劝我 不得不说 柳如烟在外人面前 装得实在是太好了 在外人面前 她贤惠 孝顺 更爱我 可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 我不可能再让这个心狠手辣的毒妇 继续在我家 想着如何害死我 我妈一说 丈母娘便也开始哭天喊地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我女儿给你生孩子 对你不包 你这个畜生 既然把我女儿送到这种地方来 你要是不想要我女儿了 直接离婚就好了 从这里出去 我女儿还怎么嫁人啊 我确实想跟柳如烟离婚 可我不能就这么轻易饶过她 她虑我 还让我做了四年的冤大头 给别人养孩子 现在离婚 她会分走我一半的财产 难道我是什么狠贱的人吗 要他们这么恶心我 有了丈母娘的冲锋 众人纷纷对我指责起来 大多都是柳如烟家的亲戚 不仅骂我 也骂我妈 尤其是丈母娘 直接扯着我妈的袖子 尖酸刻薄道 当初是你们保证 对我女儿好的 现在你们这么着见我女儿 你们一家子良心被狗吃了吗 我家亲戚看着我 苦口婆心道 柳如烟嫁进我们家六年了 她的所作所为 我们都看在眼里 陆远 你不能这么做事啊 我们陆家也是要脸面的 陆远 你赶紧跟柳如烟低头道歉 我们回家吧 多大点事啊 至于你这么大张旗鼓吗 我冷眼瞧着那些 不明真相的亲戚 还有丈母娘的拱火 我知道丈母娘了解 一切来龙去脉 要是没柳如烟的授意 她怎么可能把一切的错 都推在我身上呢 柳如烟听到这些话 哭得更厉害了 她啰气道 老公 你要是想离婚 我同意 我知道你舍不得跟我分家产 所以才把我告上审判庭 我什么都不要了 只要我们的孩子 那可是只属于我们的孩子 二 我死死攥紧了拳头 柳如烟可真是无时无刻 不在演戏 到了现在 她还在想要把责任 推到我身上 果不其然 还没开始审判 旁听席上的人都炸了 尤其是我那个所谓的丈母娘 她起身冲过来 抓着我的领子 巴掌狠狠地在我脸上招呼 真是个黑了心肝的 我女儿无怨无悔地 跟了你这么多年 你竟然连一分钱都舍不得给 所以才要给我女儿 安什么不守复道的罪名 今天我就教育一下 你这个有妈生没妈养的东西 密密麻麻的巴掌 打在我的脸上 我看到柳如烟 朝我头来了得意的眼神 要是换做上一世 我一定不会还手 并且对长辈的教训默默吞下 但是现在 柳如烟一家没什么好东西 我一把握住了丈母娘的手腕 一脚将她踹倒在地 来教育我 你还不配 我冷冷的声音响起 丈母娘本想哭天抢地抱怨我 却被我的眼神吓到了 硬生生将委屈咽了回去 只是恶狠狠地盯着我 好 既然你不仁 就别怪我们不义 说着 丈母娘爬起来 拉着柳如烟道 走 妈带你回家 这个婚我们必须离 她该给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还有那个丫头骗子 我们家不要倒贴货 扔给他们陆家 柳如烟被丈母娘扯着就要离开 柳如烟也是配合 可这群人实在是法盲 闹这么一出 不就是想让我动手 他们好有理由发怒吗 我妈也帮忙劝我 别闹了儿子 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们两个不至于闹成这样 他们想要什么给他什么就行了 我们老陆家还不至于穷成这样 看着我妈是真的心疼我 可她也真的是个软狮子 我沉默不语 闪判长威严的声音响起 审判庭不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的 罪人一旦被告上审判庭 除非原告撤诉 你们被告没资格自作主张 柳如烟母女二人脚步顿住 相视一眼 期待地看向我 老公 我同意离婚还不行吗 你非要一点体面都不给自己游吗 你我都知道 我没有罪 你非要受到惩罚 才知道我是清白的吗 可是我舍不得让你被惩罚啊 这一番情真意切的输出 要是换作以前 我一定会庆幸 我有如此爱我的妻子 可是现在我只觉得恶心 当闪判长问我 原告路员要继续上诉吗 审判庭凝滞片刻 众人都用审视的眼神看着我 大概他们心中觉得 我要是继续不识好歹 那么我真的是 没有良心的白眼狼吧 我没有再看他们 但待一字一顿道 继续 这下我好像成为了 十恶不赦的人 各种谩骂传入了我的耳中 就连审判长也顿了一下 太严肃地敲了敲法锤 宿静 审判现在开始 原告路员上诉被告柳如烟 不守负道罪 罪名成立 柳如烟入狱十年 恶极缠身 被剥夺财产 仅身出户 路员则获得百万奖金 偿命百岁 罪名不成立 路员被当庭抹杀 柳如烟可以获得路员的 全部家产 永保青春 并且不会再有社交限制 恋爱自由 三 柳如烟不情不愿地 坐到了被告席上 她被天花板上降下来的铁笼 关得严严实实 被审判的人 虽然是柳如烟 但是我也要接受审判 当我们二人 戴上审判头盔的时候 我浑身传来了 肝肠寸断的痛 这个世界 原告受到的痛苦 要比被告多得多 所以当我被审判头盔 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时候 柳如烟却面色如常地坐在那里 可即便如此 柳如烟还是痛心疾首地说道 老公 我们回家好不好 我实在舍不得你受这么痛苦 就当是我错了好吗 看着柳如烟 这虚情假意的样子 全场除了我之外 都心疼她 这么好的女人 不珍惜 这种男人 以后做光棍就好了 妻子竟然心疼她而认罪 她却这么咄咄逼人 就是 我要有这样的老婆 祖坟都冒青烟了 这个世界上 竟然有这么狼心狗肺的人 我是陆园的邻居 平时柳如烟 简直对陆园无微不至 这种男人活着都是祸害 赶紧审判完被抹杀就好了 而我 心中在吴波兰 只是紧咬着下唇 浑身被汗尽尸 却还是坚定的 不必 你要是真清白 面对全国观众 我也会还你清白 你要是不清白 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看着柳如烟的脸色 逐渐没了血色 大概柳如烟以为 我会像上一世一样 一次又一次地原谅她 让着她 所以她才会如此地有恃无恐 可重活一世 我不会再那么蠢了 审判开始 大屏幕亮起 短短一分钟 就有几千万观众 审判长机械的声音 再次响起 结合二人的记忆 开始审判 由全国观众发起定罪投票 票多者定为有罪 中途不可退出 退出者当场抹杀 屏幕亮了起来 首先是我的记忆 柳如烟 你愿意嫁给陆元为妻 不论健康还是疾病 贫穷还是富贵 四姨拿着话筒询问柳如烟 周围很是豪华 柳如烟穿着婚纱 这是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还没等柳如烟说话 薛霄突然冒了出来 读过四姨的话筒 小烟 你要是结婚了 还会继续和我是朋友吗 会给我做饭吗 会去哪里都带着我吗 一时之间 宾客的神情都很诧异 就好像新郎不是我 而是薛霄 柳如烟对我丝毫没有抱歉 她深情款款地凝视着薛霄 眼中琴满泪花 一个劲地点头 你是我的男闺蜜 我不会因为结婚而和你疏远 陆元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 她会像爱我一样地爱你 当时我恶心极了 直接扯过柳如烟的胳膊 来质问她是什么意思 可柳如烟却一脸失望地看着我 薛霄从小便是单亲 极度没有安全感 她把我当成最亲的人 我们之间没有男女之情 你怎么连我的朋友都接受不了呢 柳如烟和薛霄是青梅竹马 这件事我是知道的 可我没想到薛霄会在我这么重要的日子里 抢风筒 而且薛霄根本不是缺乏安全感 她这是在挑衅我 她想向我证明 在柳如烟心里 她比我重要 我咬牙切齿 可现在是我们的婚礼啊 柳如烟一把甩开我的手 我最好的男闺蜜 过来给我送祝福 你就这么点度量吗 她又不是抢婚 她只是怕我结了婚以后 跟她疏远了 况且我要是和薛霄有事 还有你什么事呢 当时我为了不把婚礼搞砸 而且我是真的很喜欢柳如烟 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 只能道歉 记忆到这里戛然而止 柳如烟一脸失望地看着我 所以这就是你起诉我的原因吗 我不是都说了 我和薛霄没什么 这里我哪有不守妇道了呢 况且薛霄喜欢男人啊 我看到薛霄的脸色一宁 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柳如烟 我冷笑 薛霄一定不会想到柳如烟竟然为了脱罪 竟然对薛霄的脸面支支不理 弹幕也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 人家都说了是男闺蜜了 薛霄单亲 没有安全感很正常吧 把柳如烟当成自己的救命稻草 害怕失去 她错哪里了呢 我也有男闺蜜啊 友情和爱情是一样的 都会有占有欲的 况且人家是gay 要是说没有朋友的边界感 我会占原告 但是这是不守妇道的审判 我肯定占柳如烟啊 只有我觉得 这个所谓的男闺蜜 没有边界感嘛 上面说不介意的 肯定都是女的吧 你们这群女人 怎么会理解男人的想法 什么叫她们要是有事早有事了 妇女都会避嫌 更不用说所谓的男闺蜜了 我没想到现在的人类 竟然对男闺蜜这个词容纳性很大 可投票是全国观众来投 我的胜算并不大 果不其然 大屏幕一角摆放着我和柳如烟的票数 支持柳如烟无罪的竟然有五千多万 柳如烟嘴角勾起 挑衅地看着我 现在柳如烟倒是不装了 也是 上了审判庭 她也就没什么阻止我的意义了 接下来便是我们两个直接的对错 第一轮柳如烟无罪 投票的人可以在下一回合改票 这个投票机制设计的还算合理 而且第一轮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可柳如烟却心中笃定了 我不会放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因为她将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 以为我不会发现 陆远 我劝你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 这是我和柳如烟四目相对时 她做出的纯语 我勾纯 没说话 乾坤未定 说这些话也为是上早了些 四 随着票数的稳定 我受到了第一轮的惩罚 强大的电流从我的每一个神经传来 痛感传到我的四肢百骸 我瞬间被电的瘫在地上 小便失禁 旁听席和观众没有一个同情我的 全都冷言冷语 老婆只是有个男闺蜜而已 就小题大做 想要离婚直接了当就好 我还能尽她几分坦诚 竟然拿莫须有的罪名把女人的名声搞臭 这种男人就活该 要我看接下来的审判也不必进行了 直接抹杀掉就好了 我躺在地上抽搐着 闪判长看向我 继续审判还是终止 现在你终止的话 只是失去所有财产 要是你继续 下一轮败诉 你就会被抹杀 我的嘴唇颤抖 脸色发白 气弱油丝 可我还是坚定地说道 继续 现在的我很狼狈 大抵成为了全国的笑话 可我并不后悔 闪判长叹了口气 摆摆手 大屏幕上重新亮起 这次的记忆 是女儿三岁 刚刚上幼儿园的时候 柳如烟和薛霄一起进门 柳如烟一进门 便跟我告状 同班的王一涵 实在太过分了 既然推我们的女儿 女儿不过就是 抢了一下她的玩具罢了 小小年纪就还怎么恶毒 长大了还不得杀人 我正在办公 听到柳如烟的话 连忙走出来 在看到薛霄的时候 我还是愣了一下 其实我和柳如烟结婚以后 薛霄经常来我家 我不想和柳如烟起冲突 现在又有了女儿 我更不想当着女儿的面朝 但是薛霄根本没有所谓的边界感 她是一个无业游民 经常进出我家 即便是我不在的时候 她也如此 薛霄生情并茂地说着 还好我出手教训了一下 那个小贱人 我可不能让我们的男男受委屈 她可是小公主 怎么能受委屈呢 说着 薛霄还比划了一下如何推王一涵的 我顿时怒从中来 声音确实有些大 是男男先抢人东西的 小孩子之间的问题 你们大人怎么能动手 这样孩子长大了 岂不是没有教养 柳如烟瞬间就怒了 她冲着我吼 男男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 薛霄都知道护着男男 你却帮着外人说话 说着 薛霄一把将柳如烟搂在怀里 轻轻拍着她的背 阴阳怪气道 男男有这样的父亲真可悲 亲爱的 你别生气 没事 即便是男男的爸爸 不护着她 我这个做叔叔的 一定会拿命护着 薛霄安慰之余 还顺带白了我一眼 男男更是冲出来 狠狠推了我一把 哭着说道 坏爸爸 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薛霄叔叔才是我的爸爸 你滚出我的家 我被男男这一举动吓了一跳 其实说实话 我和女儿的关系并不好 我只是想教她是非对错 可她很是排斥我 以前我不懂 为什么男男出了什么事 薛霄表现得比我还着急 还不忘趁机挑拨 我和柳如烟之间的关系 也挑拨我和男男的关系 回忆放完 弹幕又陷入了一阵纷扰 不是 这男的有病吧 是带点圣母体质的 不护短 难道还护别人家的孩子 楼上的 你脑子没问题吧 这么小的孩子 根本不知道是非对错 他们很明显是在溺爱啊 妈妈不是都说了 是女儿先抢别人东西的吗 那个男闺蜜也太可恶了吧 挑拨人家夫妻关系就算了 还挑拨人家妇女关系 人家才是亲生父亲 怎么教育孩子是人家的事 这不就是越界了吗 谁家男闺蜜会这么亲密啊 这女人还叫首富道吗 薛霄这时坐不住了 她起身跟弹幕对骂起来 我和小燕从小就这么过的 我们是亲人 亲密点怎么了 男男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他受委屈 我当然要替他出头了 倒是陆元这个亲生父亲 他还算合格的父亲吗 我冷哼一声 我真的是男男的亲生父亲吗 这话一出 全场哗然 先是柳如烟 他首先一愣 然后委屈道 陆元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我嫁给你这么多年 为你家掏心掏肺 男男也是最喜欢你这个爸爸 你竟然怀疑他不是亲生的 然后是丈母娘 她蹭得起身 指着我的鼻子骂倒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为了不被分家产 什么脏水 都能往我女儿头上泼 我真是看错你了 以前以为你老实 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现在看来 老实人其实心颜子更坏 要不是我有上一世的记忆 丈母娘现在理直气壮的样子 我还真以为 她不知道真相呢 上一世 我被柳如烟和薛霄制造的意外死后 灵魂滞留人间 看到丈母娘得意地数着我的钱 笑得眼睛都没了 她说 我们家小燕 终于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了 那个路员 每天喝慢性毒药都死不了 每次来我家 我都得忍着恶性 跟她虚语为疑 真嘞 这下好了 我们家终于有钱了 那时我才知道 丈母娘其实一开始什么都知道 她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呜 弹幕也沦陷了 不是吧不是吧 难道还有什么内幕吗 要是私生女 那这女人不就罪名成立了吗 我看向闪判长 刚才的电机我还没有缓过来 可我仍旧坚定 我申请调取柳如烟加密记忆 没错 在这个世界 人是可以选择将自己的部分记忆加密的 代价不仅大 花费的钱也很多 之前我的账户上少了很大一笔钱 我问柳如烟 她却说是因为家里开支太大 我一个只知道挣钱的人 从来不管家 所以不知道开销有多大 那时柳如烟确实每天很尽心尽力的来经营这个家 我才会打消了怀疑 死后我才知道 柳如烟害怕哪天东窗事发了 我会有证据告到她 柳如烟闻言 脸色一白 她慌忙掩饰到 我哪有什么加密记忆 陆远你不要诽谤我 你就是知道这场审判你输了 你就想继续在我身上泼脏水 还有 你每个月的钱我都用在了我们的小家里 我家条件你也知道 我哪里有钱去做记忆加密 看得出柳如烟是真的慌了 而审判庭上 任何人都有可能被解开那段加密的记忆 审判长点点头 专业人士便上场了 不顾柳如烟的挣扎 直接给她打了一针强心剂 便开始破密 随着大屏幕上开始播放的画面 柳如烟一家和薛霄无力地摊坐在了椅子上 解开记忆加密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的 我要经过一轮的败诉和惩罚 我才有资格申请解密 所以一开始我播放的那段 也不过是放出的烟雾弹 让柳如烟掉以轻心 六 小烟 我没办法娶你 我家里没钱 我也没本事 我不想让你过苦日子 薛霄哭着握着柳如烟的手 一脸的不舍 柳如烟却紧紧抱着薛霄 我除了你 谁都不要 难道你真的忍心抛下我吗 薛霄认真地说道 可是 我们穷了一辈子 我也想让你穿名牌 吃大餐 住大房子的 这段记忆 是柳如烟遇到我之前 她和薛霄分手的时候 柳如烟突然灵光乍现 我认识一个姐妹 她身边都是有钱人 我可以随便嫁一个人 到时候等她一死 她的一切就都是我的 我还可以给你生孩子 只是要委屈你了 薛霄的眼睛一亮 狠狠地点点头 而那个有钱的大渊种 便是我了 我和柳如烟 本来就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柳如烟长得不错 更重要的是她会装 她会照顾细节 打动我 并且我给她买贵重礼物 她都不会收 那时我觉得 柳如烟和其他女人不一样 不物质 也很贴心 所以在柳如烟 明里暗里对我示好以后 我们两个在一起半年后 就结婚了 死后我才知道 柳如烟根本看不上 那点迎头小力 她要的是我的全部 当然 还有薛霄 至于男男 是柳如烟和薛霄 在我上班的时候 两个人都会睡在我们的床上 二人不知羞耻 也从不做措施 我在这方面需求很小 每天公司里的事 已经让我焦头烂额了 而柳如烟发现自己怀孕后 特地穿的性感勾引我 我自然把持不住 过了一个月 柳如烟说自己怀孕了 虽然我还没做好 做父亲的准备 但是来都来了 我也养得起孩子 于是便尽心尽力地 陪她做产检 给她更多的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对柳如烟 我问心无愧 没想到柳如烟 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她故意对我妈好 献殷勤 在邻居面前 做得也很完美 让大家都觉得 柳如烟是个贤妻良母 而我呢 在大家眼中 我便是那个 整日忙着工作 对妻女疏忽的 甩手掌柜 气 随着记忆地播放完 给柳如烟定罪的票数 已经远远超过了 一个亿人 这女人真恶心 捞女好歹捞点就跑了 她竟然想霸占 人家的一切 这个世界怎么了 难道靠自己就活不了吗 还说薛霄是同性恋 其实两个人每天没凶没骚的 这么不守复道的女人 直接抹杀了得了 闪判长敲法锤 被告柳如烟 不守复道罪名成立 即刻入狱 剥夺财产 疾病缠身 这下 柳如烟彻底贪坐在了地上 赵母娘也熄了火 在无人注意的时候 赶快溜走 我勾纯 她以为自己躲得了吗 就在薛霄也要偷溜的时候 却被柳如烟看到了 她双眼勤满泪水 你也要放弃我吗 薛霄一时之间脚步顿住 有些尴尬 怎么可能呢 我是给你找人帮你辩护的 其实薛霄是什么样人 我早就知道 不然也不会太忍受着 最爱的女人嫁给其他男人 只为了钱 一个男人 要是真的爱那个女人 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的 反而自己会努力去挣钱 让女人过上好日子 可薛霄一直无所事事 柳如烟贴补了她很多 大多都是我的钱 现在柳如烟受到了惩罚 薛霄自然不会想着被拖累 好像柳如烟认识薛霄这么多年了 却根本没有看清薛霄的本质 其实以前我也曾提醒过柳如烟 我说薛霄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没想到柳如烟跟我跳脚 她说 我的朋友还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 你以为你又是什么好人呢 看得出薛霄是柳如烟的逆龄 当时我心中酸涩 可我并没有参与他们从小到大的事情 只是个人感觉罢了 那时我也很爱柳如烟 不想让她难做 便不再说了 现在我就要让柳如烟看看清楚 薛霄到底是不是她心中那个好人 于是我对审判长说道 既然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如他们两个将惩罚分摊吧 审判厅上 原告是有权力更改规则的 审判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柳如烟满怀期待地看着薛霄 并且扑进了薛霄的怀里 我知道你一定爱我 我一个人要做十年劳 只要你分摊了 我没人五年 出来以后我们两个好好过日子 一听到自己就要做五年劳了 吓得薛霄一把将柳如烟推到了地上 神经病吧你 事情是你做的 是你非要绑着我让我等你离婚 等陆远死 孩子也是你非要不做错失怀的 我全程都是无辜的 你别拉我下水 柳如烟的眼神暗了下来 他一脸诧异 即便我不是柳如烟 我也知道现在他心如刀割 被最爱的人背叛的滋味 很不好受吧 曾经的我也是这般 当我死在了他们两个制造的意外里 我浑身是血 拉着柳如烟祈求让他救救我 柳如烟却大笑 他说 我好不容易才弄死你 怎么可能救你 况且 我马上就能和心爱人在一起了 你知不知道 和你度过的日子里 每一天都让我感到无比恶心 我的瞳孔一点点散去 听了柳如烟的话 似乎身上的痛不及心理的万分之一 结婚那么多年 我门心自问 对柳如烟从未有过亏欠 他要什么给什么 虽然我工作忙 但是我空闲的时候 一定会给他惊喜 每一次柳如烟都把情绪价值给我满满的 我以为他那双清澈的眼睛里满是真诚 可没想到 柳如烟的每一次惊喜 都是演的 我心如死灰 死的时候还抓着柳如烟的裙板 爸 而此时的柳如烟正是当初的我 以为自己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实则那个人会把自己打入谷底 不可能 你说你爱我的 你只爱我的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怎么能弃我不顾 我做这些难道不是为了你吗 柳如烟情绪失控 他死死抓着薛霄的裤腿 哭喊道 薛霄嫌弃地又踹了柳如烟一脚 你有病吧 送上门来的女人不要白不要 况且我能不用工作就有钱花 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不过是别人不要的二手货 柳如烟一烟 表情呆滞 可你花的我的钱 现在却嫌弃我 你还是人吗 薛霄冷笑 我长得好 外面大把的女人追着给我花钱 你以为我就非你不可吗 我就是看你可怜 多陪陪你罢了 你以后可别纠缠我了 说着 不知道从哪里走来一个浓妆艳母的女人 挽住了薛霄的胳膊 二人明目张胆地从柳如烟眼前离开 柳如烟瘫软在地 眼神呆滞地看着薛霄离去的背影 可真狼狈啊 当初我荡成宝的人 如今也被人弃如碧驴 真是讽刺 要是我早就知道这一切 也不必做唇货那么多年 正当我离开的时候 柳如烟突然朝我爬来 他顾忌重施 哭着道 老公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撤诉吧 我们可以不要女儿 我也不要你的钱 只求你不要把我送进监狱 都怪薛霄 对 就是薛霄 是他指示我这么做的 我真的知错了 我现在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是最爱我的人 我真的不敢了 我不知道柳如烟 是因为害怕坐牢 疾病缠身才对我认错 还是因为看清了薛霄的真面目 真的后悔了 可我心中在吴波兰 当初爱柳如烟的路员 已经死了 死在了柳如烟的手里 如今我从地狱爬出来 再也不会对柳如烟满怀期待 我没有甩开柳如烟的手 只是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你不过是自作自受罢了 你凭什么以为 只要你回头 我就会在呢 你当初带给我的所有伤害 我可一点都没忘 你就在监狱里 慢慢煎熬十年吧 希望你出来的时候 记得谁才是伤害你的人 我决绝地离开 即便我不看 也知道柳如烟 此时面如死灰 九 我回到了家里 南南正在家里坐着 他看到我便冷着脸 质问我 你这个坏人 凭什么要把妈妈 告到审判庭 让妈妈坐牢 我不要你这个爸爸 你滚出去 真是有什么种子 就有什么果实 柳如烟和薛霄 这两个人的基因 实在强大 即便这些年 我一直耐心教导南南 走上正轨 分清是非对错 可这个孩子算是废了 曾经我也把所有的爱 全都投入了南南的身上 但是他从未有过 一刻依赖我 爱我 我知道这全都归功于 我一把拎住了南南的衣领 把他扔了出去 这是我的家 要滚也是你滚 南南立刻大吼大叫 索性直接躺在地上 撒泼打滚 看到他这个样子 我再没了恋爱 我也曾无数次告诉他 这样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只会让人厌恶 可惜每次他这样 柳如烟都会心疼地 抱起他来骂我 之前邻居也会上前来 指责我不配为人父亲 南南小小年纪 眼中却满是得意 现在他恐怕也在等着 邻居出来替他说话吧 没想到左邻右舍探出头来 看到这一幕 对南南吼道 能不能闭嘴 都扰明了 南南被吓得立刻不敢哭了 他表情呆滞 一抽一抽地看着我 我要妈妈 你带我去见妈妈 不然我就不认你了 我直接无情地把门关上 不再理会 这样的坏种 留着只会是祸害 上一世我死的时候 他不仅没有哭 还鼓掌叫好 他说 坏爸爸终于死了 终于没人管我了 最心寒的不是陌生人的冷漠 而是最爱的人的被刺 南南在门外闹了半天 见我不理他 拾去地离开了 是 后来我从朋友那里听说 南南去找他姥姥 他姥姥嫌他事的贴钱货 不仅嘴雕 还要名牌 最后再次被扔掉 南南又去找薛霄 薛霄的新女朋友 介意南南的存在 薛霄直接把他卖给了人贩子 赚了一笔 听到这个消息 我没有报仇的快意 也没有心疼的感觉 说实话 要是南南和我感情深 上一世对于我的离世 他能心痛 我也不会在意 他是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把他养大 怪就怪他小小年纪 被柳如烟养歪了 监狱里打来了电话 说柳如烟 听到自己的女儿 被薛霄卖了 本就被病痛折磨的他 吐了好大一滩黑血 直接死在了监狱 对于这个结果 倒是在我意料之中地 只是这么快就死 实在便宜了他 但监狱里的人说 柳如烟给我留了封信 要我来拿 我倒是很想知道 柳如烟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于是驱车去了 在路上 我拆开了信件 里面全都是柳如烟的忏悔 柳如烟后悔爱上人渣 伤害了我 这一切都是他最有应得 还有柳如烟 也恢复了上一世的记忆 从他信里得知 薛霄并没有娶他 而是把他的钱都骗走了 跟着别人远走高飞 留下他和女儿 而女儿也不是省心的 不好好学习 每天只知道花钱 最后被外面的小混混睡了 他便开始做外援的事 最后直接做起了全职 柳如烟背弃的一夜之间 得了脑梗 他觉得生活无望 便跳楼了 一切都是有因果的 他们有这样的下场 自然是活该 看得出柳如烟是真的后悔了 最后柳如烟写了一句 要是有来生 你千万不要遇到我这样的人 你是好人 你该长命百岁 好好地活 我看完将信件直接烧掉 迎接我未来美好的生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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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